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新生代偶像的典范。 就在前几天跨年晚会上,王一博凭借精湛的舞台表现能力与唱跳水平获得了一众网友的好评,甚至在舞台结束之后,更是受到了各家媒体的采访。 作为新生代的偶像,王一博的演技称得上是十分不错的,不仅与梁朝伟搭档演戏,更是受到老戏骨的夸赞与表演,王一博未来的演艺道路未来可期。 据悉,王一博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尽管现在才二十多岁就登上国内娱乐圈榜上的顶流位置,甚至成为全国很多网友追逐的偶像,在国内外的影响度都非常高。 但他仍然刻苦努力,在全行业,多领域发展,成为中国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职业摩托车赛车手,男子演唱组合UNIQ成员等多期领域发展的偶像。 2014年,以UNIQ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 2015年,主演青春励志电影《梦想合伙人》。 2016年,随组合凭借歌曲EOEO获得美国International K-Music Awards最佳编舞奖,同年,正式成为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天天兄弟成员,领衔主演喜剧电视剧《人间智慧》是清欢。 2017年,获得第17届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偶像新势力奖,亚洲影响力盛典最佳新人演员奖以及微博电视影响力盛典年度新锐艺人奖。 2018年,担任净眼泪真人秀节目创造101舞蹈导师。 2019年,主演的仙侠古装剧《陈情令》播出,同年,发行个人音乐单区无感。 2020年,主演电视剧《尤斐》,同年,凭借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获得第30届中国电视金英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2021年,主演的古装悬疑电视剧《风起洛阳》播出。 王一博在2019年因出演《陈情令》拦战一脚,优秀的外表以及熟练的演技,因此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欢迎,演绎与工作事业更是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但王一博在面对外界的夸奖与包扬时,没有选择拥抱掌声与鲜花,而是更加努力与刻苦。 谈到《成名之路》时,王一博更是坦言,《成名之路》并不是一路繁花似锦,也有很多谩骂与嘲讽。 由于陈情令因为翻拍经典IP《魔道祖师》,本身有很多剧粉,每个读者心中有不同的栏战。 在路透王一博出演这一角色时,很多网友都纷纷刷黑屏,说王一博连太长了,太丑了,王一博在拍戏期间受到了很多谩骂,甚至不敢开直播,不过好在剧播出之后受到网友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